早上我们离开Watson Lake 开始了今天的行程 出城不远处有一个营地 进去惊喜地发现竟然有一个传统的压水井 清凉甘甜的冰窗水喷涌而出 我们玩的不易乐乎 一路上又看到各种大大小小的夜生动物 来到另外一个湖边的营地 遇到了一条八个月大的小狗 竟然叼来木棍让我们陪它玩 好可爱的小家伙 很快我们来到了利亚德温泉 这个加拿大第二大纯天然温泉 阿拉斯加高速公路上的绿洲宝石 如果你打算自驾穿越碧西省 到北面玉空省的白马市 或者去美国阿拉斯加 在利亚德河温泉歇脚 是解除疲劳的不二选择 利亚德温泉设施比较原始 泉水温度也没有人为干预 泉水口能达到52摄氏度 随着温度汇入冷泉 温度逐渐下降 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温度的地点 这里有一种小鱼能适应温泉水 40度的高温 利亚德温泉一年四季 每天24小时开放 只要五加币 春季能感受自然万物复苏 夏季享受温暖的长夜 秋季由秋叶色彩缤纷如画 冬天体会冰火两重天的世界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小麦布 自带浴浸沿用水 这里除了天然就是窃衣 非常值得一来的地方